大家好,爱吃瓜的瓜妹又又又和大家见面了 选秀节目暂停后,除了蔡徐坤、孟美琪、刘雨昕等C位,你还记得谁? 这个曾经的造星工厂,如今也随着选秀节目的喊停,成为秀分们的回忆 是他们,创造了爱豆,是他们,圆了无数秀分们的梦 2018年9%出道,开启了选秀元年,娱乐圈里,从此多了一种新的艺人身份 一秀人,爱豆 以前的超女和快男,选出的冠亚季军,单人出道,逐一发展 可是从2018年的偶像练习生开始,选秀节目选出的是偶像团体 因为网友们的打头能够决定自己喜欢爱豆的出道位 这种掌控感,让无数秀分们未知疯狂,只是谁曾想,才过了短短5年 内宇的选秀节目,就这样停掉了 而曾经繁荣的爱豆行业,已经训得如此彻底 对于参赛选手而言,争作出道团里的C位,已经成了最终的目标 因为他不仅代表着,站在那个中心位,成为最闪耀的人 更代表着人气的顶级和实力的最强者,选秀的三年多 总共诞生了7位C位选手,产生了7个选秀限定团 成团后,他们录制专门的综艺 穿梭在各大晚会现场,有人转型演员,有人继续唱跳,可兜兜转转 似乎永远只有C位选手,走得最顺遂,在娱乐圈里最有存在感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选秀限定团的成员,你还记得谁? 第一代C位仪练习生蔡徐坤 蔡徐坤出道与偶像练习生,断层出道,有3C之称 所在团体9%也有着史无前例的影响力与热度 他以绝对优势的票数C位出道 有着据C之称,作为选秀界的C位元老 从出道至今一直位于顶流的位置 现在以音乐人的身份活跃在娱乐圈,发行个人专辑 目前专辑迷肖亮处于总榜第三名的位置,单曲情人成功出圈 后来又参与了跑男的录制 在跑男家族中,他又表现出来运动天赋极高,性格暖暖的自己 之后更是以PD的身份回到青春有你二的舞台 用自己的经验和能力悉心帮助每一个训练生 蔡徐坤在向他热爱的道路上一直努力地前进 热度也是前所未有 蔡徐坤被授予中亚友好大使即中亚杰出青年领袖人物称号 2021年开始参加地方春晚,也活跃在各大卫视的晚会上 不过,与其参与大量的综艺节目蔡徐坤 更钟情于音乐的制作和品质 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唱跳剧家的歌手而不懈奋斗中 应该说,那于恐怕短时间内 在南出现第二个蔡徐坤 第二代C位移第一个女团选秀的C位孟美琪 孟美琪来自于乐华娱乐 出道于创造101 这档国民现象级的选秀节目 以国民女团火箭少女101的身份出圈 在创造101初期 她的热度不敌同公司的姐妹吴轩仪和人间锦李扬超越 到后期也一直和吴轩仪纠缠最后的第一名 最后有惊无险地以第一名的身份出道 她也是中国内于101系选秀唯一个被换C的C位 在成团不久的时间 孟美琪、吴轩仪和张子宁三人就联名要求退团 但原生公司和运营公司不断协调 最后决定三人返回火箭少女101 不仅火箭少女101的首张专辑不见她们的踪影 孟美琪本人的舞台C位也被同队的队长Yammy所取代 现在的孟美琪虽然在音乐 舞蹈上发展不是很好 专辑销量不及刘宇廷的一半 电影朱仙全面扑街 但她也没有放弃自己 参加《我就是演员》受到了张子宜的青睐 可以说一直在进步 在出现456事件之前 她的人气一直非常高 资源更是好到爆 不但能够上音乐类节目 以导师身份点评音乐人周传雄的作品 还能获得一线的影视资源 可谓扶摇直上 可是 自从录人员败掉之后 孟美琪的口碑也是急转直下 她搭档下雨拍摄冬奥县里电影《我心飞扬》 当期一再更换最后影片以非常差的票房收官 也许她还需要再低调一阵子 同团里的其他人 比如吴轩仪和杨超越 目前已经转型拍影视作品 人气一直在暴涨 算是发展得不错 第三代C位一一哇唧唧哇的周震南 周震南出道于创造营2019 所在团体RESC 周震南 作为他方男团Rise的C位 他这个C位兼队长做得并不轻松 虽然他本人没有实锤的他方消息 但是他也的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赖之子 父母欠债不还 客扣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周震南本人却奢侈品一直停不下来 多次卖自己的富二代人设 但是周震南家也在努力偿还债务 RESC的限定二年期到期后 仍然引起轰动 解散演唱会几次推迟后 最终也没能成行 倒是高价卖了个专辑 不管是对周震南本人还是RESC的其他人 我们都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因为个人原因 导致这个只有两年的限定男团迟迟不能全员到齐 团粉一次一次被消磨心态 脱粉等行为比比皆是 遗憾与不甘共存 希望解散后各自安好 成为各自的闪耀星星 第四代C位一乐华娱乐的李问汉出道于青春有你一 作为存在感较弱的C位 李问汉所在的团UNIN的热度 也要低于其他的限定团 李问汉 被誉为查无此C的C位 青春有你一壶成了一道独特的光彩 成团之夜一片骂声 摇号成团 一南平连连 从此之后 这个团的一切好像都无人在意 李问汉也没有其他C位如此光鲜亮丽 作为曾经的UNIN的C位 到如今 要和参加青你二没有出道的金子涵师妹 一起参加演员演技类综艺 并且被质疑不适合演戏 她又以光速回国后 参加追光霸哥哥 还被质疑压综艺的同时 也没能顺利出道 甚至连她所在的团UNIN解散 都没有多少人知道 青春有你一 也好像在陶戏选秀中被除名 惨还是李问汉惨 第五代C位一 AMG亚洲音乐集团的刘雨厅 出道于青春有你二 和蔡徐坤一样断层C位出道 出道团体的酒 全能实力Ace 刘雨昕新发行的EP Epsilon专辑 成为了女歌手销量第一名 团内资源一起绝尘 后来也参加了综艺潮流合伙人和蒙面舞王 因为能力超群 也并没前往海外学习 被大家称作刘国光 在赛时 她也成为了最强战绩保持者 三场公演MVP获得者 她极度清醒且自律 明白自己的每一步该怎么走 从不退缩 从不获 从梦开始的那一刻 2021年还登上了春晚 不一个脚印走向更大的舞台 团队中的于舒心转型当演员 月光变奏曲播出后反响不错 而苍蓝爵 更是带播榜上热度居高不下 可能说转型挺成功吧 第六代C位 以梦想青春出道于创造营 2020希琳娜一高 她是一个实力Vocal 出道团体硬堂少女303 希琳娜一高 绝对实力Vocal 但也是C位界 唯一不是全能Ace的C位 在比赛期间 排名只有少有一两次没有获得第一名 其他时候都是稳稳的C位候选人 在出舞台 她凭借着一首《喜欢你》 迅速吸粉无数 作为新疆女孩 也曾经就读于伯克利音乐学院 带有国际化的唱作理念 希琳娜一高 在节目中唱的很多首歌 也是真的出圈了 希望可以在歌手这条路上越走越好 第七位C位 创造营2021刘宇 作为IntoE的C位 国风美少年很具有个人特色 刘宇 新任C位 在IntoE中担任C位 本人是一个十足的国风美少年 喜欢汉服 虽然个子不高 但很喜欢突破自己 在舞台上每一次都有独特的光彩 她的C位之路也可以说非常的坎坷了 多次跌下第一名的位置 网络上的质疑也是一波又一波 刘宇表示天赋很重要 但我想要更重要 努力总会有答案 刘宇也终于成为了俄系选秀 第一个打破出C不能出道的魔咒的第一人 不仅出道了 还是C位出道 没有人的一路是不经历坎坷的 只有历经崎岖 才能走上繁花似锦的美丽新世界 娱乐圈的路远却难走 选秀可以一时红 但要一直红 还需要有足够的实力支撑 还有合适的机会